昨天我们说到,上观察一下子没有提防,被一只阴云钉忽然一声打进他背后,将他打到整个人直飞出去,砰,撞烂了一面墙壁的整个惯一地下那里。 等他爬起身的时候,你在棺材里面的毛绕和肥佬都同时见到,上观察的背脊那里,离个妖害还有几分远的地方,已经插住了那只阴云钉,那些蓝光还不断闪着闪着闪着,上观察就知道自己已经中了暗算,这下的伤势绝对不轻,他不敢即时伸手去拔, 有他知道,这个时候,自己的气脈已经受损,日蒙了那只阴云钉,上面带着的心心鬼气,就会乘机在自己身体气脈里面不断地流传游动,到时候要驱除这个阴心鬼气,那么手尾又长得多了。 他硬硬忍着伤势,大声说,还有哪里高人在这儿,请马上出来现身相见,暗中施展了那些骂骂骂的手段,算什么英雄啊? 这间屋里面,无妖和肥佬互相对目了眼,显然,上观察也极之聪明的一眼看出,能够暗算打伤他的绝对不是无妖,而是这间屋里面还另外有人。 过了一阵,指定了一把非常悦意的声音响起,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喇喇喇喇的手段,我又怕什么用呢? 无妖和肥佬那个肥佬这个时候,就困在棺材里面,当然看不到,在屋顶里突然出现的女子究竟是谁,不过这个时候,上观察也因为刚才整个人已经撞烂了一面墙壁,飞到院子里头, 这阵时他一排身,已经看清楚是屋顶的女子究竟是谁,他不如得整个人夹着冷气,你,原来是你,不是我,还有谁呢? 清脆的笑声之中,带着一股诱惑人心的娇眉之力,在深深夜色之下,只见一个身材渺调的女子,幽幽幽幽幽地坐在屋顶那里,眉眼余画,眼波流动,万种风情的绝代风华。 啊,这个这么漂亮的女子,不是九尾天湖小伯又是谁呢? 上观察也猜都猜不到,自己困了她呈三百年的这个脑对头突然间出现,她心不敢一想,心神一乱之下,背着的伤口当同一片麻木, 一股冰凉之气的阴阴鬼气,绵绵不绝地,在那只阴魂钉那里,不断地喘入自己身体的气脈之中, 就好像有慢的一只矮,在自己的背部同时咬嚓一样,哎呀,真是又痕又痛都不知道多么难忍。 虽然她功力深厚,但是这一下伤势突然发作,都不禁令她整头冷汗,面色都瘡白了上来。 踢在屋顶的小伯,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她笑得更加开心,好像幸灾乐和那样, 你几百年来,你对我都耍够了威风了,死老鬼,你都猜不到自己是今日呢, 你,你这只狮狮,你居然还肯定现身来我,哎呀,哎呀,哼。 小伯冷笑了几声,似乎是听到什么好好笑的笑话那样,轻轻松松, 在屋顶那里一飘就飘身下来, 肯定在上官策身前没几远的地方, 哼哼,我不敢出来见你, 是啊,要见我们上官老爷吧,你以为讲玩的,哎呀,我几小胆啊, 不准备好这一份这么特别的见面礼,我又怎么敢出来呢? 哼,老鬼,你害到我在玄火坛里边, 足足被你困了这么多年, 你一魂啊,我肯定要好好地多谢一下你, 这都算是对得住我自己,对得住你啊。 上官策虽然表面上好像很火滚那样, 心里面他这个时候都有一点害怕, 当年在玄火坛之中, 如果不是靠着玄火坛本身的地火灵力, 对九尾天湖的小力, 有天生的克制之法, 同时,再加上当时还在那里的八空玄火阵的残阵, 那才可以将这只千年妖狐阵住, 如果不是, 而这只九尾天湖的道行, 他真的没有把握自己一定可以对付得到, 现在时势又不同了, 一来,九尾天湖已经争夺了一切的禁制, 二来,自己偏偏一时大矣, 又中了个暗算元气大伤, 此消彼掌之下, 自己又哪是他的敌手呢? 再加上, 这个时候, 在这个荒野之上, 二庄之外, 四面八方, 不断传来一阵阵的鬼哭狼豪之声, 似乎在这个凄凉的夜晚里面, 在这个二庄附近, 有无数夜鬼, 同时在那里发出鬼一样的哭声, 阴气大声, 这些阴气, 对于收集坟响的道术, 这些偏向于阳光火力的道行化, 再加上来说, 天然就有些底足黑制, 更加何况, 自己的身体里面, 又潜藏着思思阴云的鬼气, 这样, 带上来, 那些道行肯定十成之中, 又扣了四五成, 那些更加没有对付他的本事, 而且最要命的是, 自己已经受了暗算有重伤在身, 但是看这个九尾天狐小白, 他是偏偏没有立刻动手对付他的意思, 反而, 好像很有兴趣似, 对着上观察的由头, 看得到脚的由脚, 看回上头, 就像一只猫, 面对着一只已经是走投无路的老鼠, 这阵子是悠悠闲闲的, 站定在那儿看着对方, 并不急着动手一样, 面上面就流露出非常强烈的讽刺神色, 上观察的自己知自己是, 现在他最紧要的就是,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立刻运工疗伤, 逼住伤势, 但眼前是偏偏站着个高深莫测的千年妖在那儿, 唉, 自己不要说疗伤, 就算想逃走都未必可以做得到, 唉, 那真的更加令人激气, 你既然想对付我, 那为何还不动手啊, 站在那儿动都不动, 究竟是什么意思, 反正我现在没什么事, 那说给你听都没所谓啦, 我不像你们这些人, 总是以为人生苦短, 有什么事都要猴禽禽的立刻做完它, 哎呀, 我偏偏的时间多得罢, 所以, 我为什么这么快动手呢, 索性站在这儿, 慢慢看你是不是更好, 反正我是很有耐性的, 常观察听到这番话, 真是激得七笑生烟, 这只妖狐摆明要拖住自己, 明知他身上带着重伤, 偏偏不肯让他有机会疗伤, 只要这样拖下去, 恐怕到时候都不用自己和他动手了, 只是伤势发作, 自己已经顶不住, 恐怕还要弃绝身亡天, 这只狐狸的拖智权, 真是够了毒辣, 不过, 上观察虽然明知人家有心要拖住自己, 但是偏偏对于小白这些, 好像有些无賴的办法, 真的有些束手无策, 现在他就这样站在自己面前, 和他打, 一来对方的道行高深莫测, 自己是身负重伤, 恐怕很难打得赢, 不打的伤势越来越重, 拖下去肯定是死路一条的了, 唉, 你说逃走啊, 自己带着这么重的伤, 只是在他面前走不走得掉, 这么都成问题啊, 哎呀, 怎么算, 怎么算呢, 看着小白那箱水汪汪, 充满了娇眉姿态的伤眼望着自己, 哎, 那自己又没有把握, 在他手上走得掉呢, 那真的绝对好难说了, 你昏, 自己真是头头碰着一刻的身陷绝境, 见到上观察的面色不停变幻, 最后面如死灰, 憤恨, 怒恨, 畏惧, 焦虑, 种种的神情一一闪过, 小白看得都不知道多么疏干, 他被坟香谷帮人, 囚禁在原火藤那么多年, 如果不是, 得鬼离无意之中, 割开了原火藤的封印, 真是不知道还要被人返多久才是, 在里面所受的苦, 真是绝对爱人想不到, 所以在小白心里面, 对于墳香谷, 特别是上观察这帮人, 真是生到极点, 虽然, 当日他和鬼离, 在原火藤里面逃走出来之后, 曾经是有一番大切大悟, 没有特意回去找墳香谷的麻烦, 但是, 这运又不是自己去找麻烦, 是上观察自动自觉地送到面前的, 喂, 正所谓煮到埋来, 难道不吃吗? 慈悲为坏, 与人为善, 这个九美天湖心情好的时候做的事, 不过, 本小白姑娘, 从来都不是一个不记人过, 欢以待人一副菩萨心肠的, 看着这个上观察现在变得这么狼狽, 他忍然一声就笑了出来, 被人囚禁了三百年的怨气, 今晚似乎都要一次过发作出来, 这运又是真痛快, 他觉得痛快, 上观察的心情当然没有小白那么好, 相反, 看上去, 他的伤势似乎越来越难以压制, 开始的时候他还硬忍得住, 到后来实在顶不顺, 全身越来越震得厉害, 看上去, 他那些阴气鬼力, 已经由他背脊那里开始蔓延到他胸口蔓延上他面上面, 那些蓝光在他背脊那里越闪越盛, 而他面上面也都慢慢笼罩了一股黑气, 听着上观察口里那些喘息的声音越来越急, 小白笑得更加有趣, 忽然间, 上观察凉凉凉凉凉的向小白走近了几步, 小白眉头一走, 面上面冲满了戒鼻的神色, 上观察虽然身负重伤, 但这个人的本事小白还是清楚的, 所以他都不敢过分大意, 但在这阵时, 上观察忽然间做了一件小白怎么都想不到他忽然间会做出来的事, 只见上观察满面痛苦, 面上面青筋抱起, 看上去已经是伤势发作, 似乎就要支撑不住了, 而他本人更加伤眼一番, 面上面闪过一丝畏惧的神色, 突然间向小白跪下说, 哎呀,哎呀, 顶不住了,顶不住了, 是胡仙姑, 胡姑娘, 你放过我老命了, 哎呀,哎呀, 如果这个时候, 上观察忽然间出手, 洗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神通妙法, 小白多数都会迎神接招, 那一定是可以将他招数接下来的, 又或者上观察忽然间一声大喝, 然后旁边跳出三个墳向的高手过来, 小白都可以接受这个现实, 不过, 这个曾经是戚戚风云, 威震天下的老人, 忽然间向他跪低叩头, 还要口水鼻涕地谋光出来, 乞求他放过自己一条老命, 你一下, 真是看出小白的操守不及了, 一下子, 这个情形, 都是以前千几年来, 自己从来没遇过的, 那应该怎么算好呢? 杀时间小白呆了呆,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 想扶起他又不是, 避开不接受他这个行礼又不是, 唉,杀时间有些手足无草起来, 就是这样, 他呆得呆, 小白跟着已经醒悟了, 上观察处心积累, 不懂得向自己跪低, 厚水鼻涕一起来, 其实, 拼的就是自己呆得呆啊, 杀时之间, 一看到小白昏臣, 本来刚才, 好像是上世发作, 已经是掩掩一息的上观察, 杀时间好像换了个人一样, 面上杀起大性, 那些痛苦的表情全都没了, 甚至连他背着那些蓝色的光环, 转眼之间, 也都被他压制下来, 九寒迎兵至银光的闪, 就有一条惊龙, 忽然间在半空中掠过, 转一声道飞过来, 向着小白的胸口直打过去, 小白一声娇喝, 整身就很迅速地, 向后边直闪而去, 同时三袖一飞, 挡在自己身前, 形成了一道墙壁, 不过常观察使了这么大代价, 不惜跪下而换回来的这个机会, 发出的一击又怎么这么容易避得过呢, 这一击已经包含了个附身的功力, 威力的真是非同小可, 转一转啪一声, 小白的三袖当堂被九寒迎兵至 发出个寒光的扯城碎片, 而且那些碎片还立刻变成一片片碎兵, 碎裂开来跌到地下那里, 而九寒迎兵至, 银白色的光芒一点都没有停留到, 向着小白的直攻迷去, 小白的身形这个时候虽然向后闪近, 但是闯撤之间, 这些后退的姿势, 无论如何都比不上上观察处心积累 发出的致命一击来得快, 眼看着, 你猜夺命的寒光已经追上了小白的身体, 就要向他胸口一直打进去, 小白的面色不敢一阵蒼白, 不过, 他也都没有惊慌失措, 千年修炼的道行, 这个时候也显出了功力了, 就在那里白光要打进他身体的时候, 这件小白的双手, 小白整个身体包住, 就像凭空, 击出一个厚厚白光形成的蚕颈一样, 啪的声, 九寒迎兵子的寒光, 刺中的地方直陷入去, 好像几乎就要将这个白色的光团刺穿, 但是偏偏, 这个光团那些油人的力量非常绵密, 刚好, 在就来被他刺穿那一下, 就将九寒迎兵子挡住两股白光的形成一个对视的局面, 九寒迎兵子刺不穿这个白色的光团, 白色的光团也都不是那么容易将九寒迎兵子击退, 上观察见到这样的情形, 他知道, 如果这个时候自己再加一把力, 恐怕就可以吉喘光断, 九寒迎兵子就可以重伤小白了, 但是这个时候, 自己背着的伤势越来越严重, 再坚持下去, 或者虽然可以打伤这只千年妖狐, 但是他自己很清楚, 自己已经是强奴之末, 就算打伤了这只妖狐, 但是他的妖狐如果再发出一下的反击, 自己是绝对无力抵挡, 权衡轻重之后, 他也都没有再有丝毫的犹豫, 整个人向后一飞, 吹吹吹吹吹, 站下起伏之间, 他灰色的身影就消失在异庄外面, 茫茫荒野之中, 他的身影一消失, 九寒迎兵翅, 也都好像受到主人的召唤一样, 吹吹一声, 化成一道白光, 就追着上观察的身影直飞而去, 九寒迎兵翅一消失, 那团白色的光团也都跟着消散, 小白重新现身, 这个时候, 他手臂上鲜血淋来, 显然, 刚才闯着之间, 他虽然用扰力, 挡过了上观察的致命一击, 不过毕竟仍是受了伤, 他跌下头看着自己的伤势, 咬咬嘴唇, 面上的神情都不知道多么愤怒, 刚才是自己一时大意, 想不到上观察, 为了逃命, 居然可以想出那么会所的办法, 自己反而着了他的暗損, 不过好彩, 他小白亦都不是普通人, 而是狗尾天狐, 人家说猫都有狗条命啦, 何况他是一只有狗条尾的狐狸, 他看一看上观察逃走的方向, 冷笑一声, 知道这一魂就追他不了, 于是凌转身, 慢慢又走入仪装里面, 这阵时, 这间废弃了的仪装的依然一片黑暗, 似乎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激构, 好似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一样, 小白站在一间屋的门口, 在这个暗淡的星光之下, 他的身形看上去也有点飘忽, 也显得更加诡异, 不过, 小白就不像平常人那样, 对那些阴心鬼气这么惊, 因为他本来就是妖道鬼气的老祖宗, 说都说装神扮鬼, 不要说人, 就算是真鬼来到, 都未必可以比得过他, 如果真是跟这些鬼斗客人的本事, 都不知道谁客走谁才是, 那各位, 这个时候在异装之中, 除了小白和毛妖之外, 那个躺在毛妖身下的肥佬究竟是谁呢?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